为了解决海地长期贫困 量食不足的问题 此季美国总会组成了五个人的志工小组 利用耶旦节的假期再次的重返海地 要在当地推动一座蜡木农场 什么叫蜡木 为什么要种植这种树木呢 其实简单来说 这种树木它的叶子 花 果 还有根 通通可以当作粮食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在海地这一块土壤上 种植蜡木生长速度也特别快 在这里设立蜡木农场 渴望能够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 利用耶旦节假期 美国此季五人团队重返海地 要和海地志工在太子港附近的希尔伯特 建造大爱蜡木农场 您现在看到像这样子这么高的蜡木树 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长得非常快速 所以海地是非常适合生长蜡木 和茨基合作种植蜡木的密卡尔女士 也是建筑材料供应商 并已经成功地在皮椰巴椰栽种蜡木 为了帮助茨基在临近太子港的希尔伯特 推广蜡木种植 密卡尔女士以低价提供蜡木农场 所需的建材给茨基 茨基接下来我们就要在太子港附近 我们会建一个实际在海地的第一个大爱蜡木农场 我们的志工就可以每一天去那个地方种植这个蜡木 然后去制造这个蜡木的粉 大爱蜡木农场是整个蜡木种植计划重要的一部分 不但希望解决海地人民长久以来营养不良的问题 也希望能够结合海地当地的慈善机构和个人一起投入 而在海地发放食物的粮食祭品组织 在海地供应食物的量超过整体慈善机构 在海地发放食物的一半以上 他们也同样期待未来能将蜡木种植 与现有的粮食计划相结合 此季在海地的第一座大爱蜡木农场的土地 是海地志工伊马库拉的土地 海地志工用将近十天的时间进行整地工作 接着马上要开始进行拉木种子幼苗的栽种 而这座农场也是海地志工给予自己最好的耶旦节礼物 大爱新闻陈志敏 赵博伟 海地报道